觀眾朋友就在剛剛下午的3點45分 花蓮發生一起有感地震 而我們的辦公室就在台北市的一樓 即便是在一樓 還是可以感受到非常明顯的搖晃 相信的情況 我們趕快連線給記者徐少雲 少雲請說 好 沒錯 就在剛剛下午3點45分的這一起地震 相信全台的觀眾朋友都相當有感 尤其這個搖晃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最新的地震資訊 這一起地震是發生在台灣的東部海域 而且深度只有10公里 規模達到了5.8 那麼最大的震度是在花蓮縣的和平 這邊有4級 那麼另外包含了像是南投 台中 宜蘭 新北 都有3級的一個震度 那麼包含還有像是新竹 苗栗 台北 基隆等地 都有2級的一個震度 所以這起地震幾乎可以說是全台有感的一個情況 那麼就像剛剛提到的我們的辦公室 就在台北內湖的一樓 其實剛剛地震發生的當下 這個晃動的震度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而且呢很多人在說 其實剛剛一開始的這個地震 感覺是上下的晃動 再來才是左右的一個搖晃 那其實不只北部感受很明顯 尤其在花蓮地區這邊震度 更是相當的一個強烈 包含很多民眾家裡的一些吊燈啊 水晶燈 水晶燈都是明顯的搖晃 那麼另外呢像是在這個 掛在這個半空中的一些吊燈也是晃得非常劇烈 那麼另外還有像是民眾也拍下了他們家裡的水足 剛剛地震發生的當下呢 也是一直在晃動的一個情況 那麼其實剛剛北捷的文湖縣 也一度因為地震而先宣布了停止 不過北捷現在也表示說 他們現在目前正在進行的是慢速巡軌 那麼暫時目前還沒有任何的異常回報 至於高鐵的部分呢 則是沒有受到地震的影響 還是在持續的一個短運作當中 那麼其實這一起的地震呢 在整個全台來說都有很明顯的晃動 那麼地震中心呢 稍後將在下午四點半的時候 由主任來做出最新的說明 那至於這一起的這個地震呢 是不是花蓮403強震之後的一個余震呢 也還有待待會氣象署的一個最新分析 不過其實從剛剛氣象署公布的一個資訊來看 這一起地震發生的位置呢 它是比較接近在花蓮跟宜蘭的一個外海交界處這邊 也是呢 它這個正央明顯現在又是在往北部移動 那麼其實包含前幾天發生的一個地震呢 它是比較屬於在南側的一個余震 所以現在是不是在這個花蓮403強震之後 它的硬力又再度的往北來出現移動呢 也是不排除有這個可能的 那麼剛剛也提到了這一起的余震呢 其實就發生在花蓮的這個東部海域 不過就在剛剛我們接到最新的消息 是花蓮崇德山區 又因為這一起規模5.8的地震 再度發生了土石崩落的一個現象 那麼其實剛剛很多民眾手機都拍下了這個景象 地震發生的當下呢 在崇德山區這邊 又是一片這個黃沉沉的滾土這個煙霧瀰漫的一個情況 那麼所有的車輛呢 其實第一時間也是不敢再往前移動 因為就很怕就是403的地震又發生這種大規模的一個山區坍塌的情況 所以呢其實從畫面上呢也可以看到 他們當時呢有很多的車子是直接停在路中間 那麼其實在這一整片山區剛剛地震發生當下 是有非常多的一個地區都有看到這個土石滑落的景象 畫面也是相當相當的驚人的 不過截至到目前包含了像是雙北地區這邊的消防也回報 暫時是還沒有其他災情傳出的一個情況 那麼稍後地震中心預計在4點半的時候也會做出最新的分析 有詳細的內容我們會再持續的來幫您掌握 再把時間先交還給主播 好的謝謝邵雲 剛剛聽到邵雲說就在剛剛下午的三點四十五分 發生了有感地震 震央是在花蓮規模有五點八 那事實上呢在全台各地都可以感受到震度 其中震度最大是四級 那在花蓮的重德山區呢 又因為地震呢也發生了土石鬆動的情況 那因為周日呢就是母親節了 那可能會有很多民眾要返鄉 所以提醒用路人要特別注意喔 就在剛剛下午的三點四十五分 發生一起有感地震 規模有五點八 在花蓮的重德山區又發生了土石鬆動的情況 提醒駕駛人要特別注意 那後續有最近情況會隨時帶您掌握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